刺激型泄劑又分成口服跟肛門栓劑的劑型 可以緩解便秘比較嚴重的狀況 大家拿到栓劑的時候 一般就是會有這樣子塑膠的硬殼外殼 它會是一個子彈型的形狀 尖的部分朝身體 然後推入大概 就可以了 正確用藥保平安 常備藥品求新安 大家好,我是藥師陳妮安 你也有便秘的困擾嗎? 現代人生活壓力大 作息不規律 很多人其實都有便秘的問題 需要依賴軟便劑或是卸藥才能排便 但是長期的使用藥品輔助 可能會導致身體產生依賴性 甚至讓腸道失去了原有的機能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 排便的奧秘巴 排便困難 分辨質地堅硬 三天以上未排便 這些都是便秘常見的症狀 便秘時應該要先調整飲食習慣 以及生活作息 如果使用非藥物的方法達不到效果 就會在醫師藥師的指示下 使用藥物輔助 那這邊呢 跟大家介紹幾種比較常見的便秘藥物 軟便劑 它是一種介面活性劑 可以在腸道內促進水跟脂肪的混合 使分辨變軟 比較容易排出 軟便劑它是一種比較溫和的方式 大約一到三天會有效果 通常會跟刺激性的泄劑一起使用 使用的時候要注意多喝水 並且不可以跟礦物油類的泄劑一起使用喔 膨脹型泄劑屬於比較溫和的藥物 作用時間大約是12到72小時 它的原理呢是使 糞便的體積的體積膨脹 進而刺激 腸道的蠕動 產生排便的感覺 那由於它的作用時間長 所以比較不適合 用在急性的便秘 使用的時候 也要補充足量的水分才有效果 刺激型泄劑又分成 口服跟 肛門栓劑的劑型 可以緩解便秘比較嚴重的狀況 它的作用呢是直接的刺激 腸道神經促進蠕動 口服的藥物作用時間大約是8到12小時 建議於睡前使用 痠劑的作用時間則是15到30分鐘 使用時要注意 可能會有腳痛感 或者是噁心嘔吐的副作用發生 長期使用容易產生 依賴性 而且會造成電解質的不平衡 造成體內甲離子的流失 嚴重可能會 如果你是處於急性發炎 或者是嚴重脫水的患者 也比較不適合 所以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同 使用前務必要諮詢醫師以及藥師 大家拿到栓劑的時候 一般就是會有這樣子塑膠的硬殼外殼 我們使用前呢 先把雙手洗乾淨 然後由上方呢 把這個硬殼給撥開來 撥開之後呢 它會是一個子彈型的形狀 尖的部分朝身體 然後推入大概1到2個指節身就可以了 眼淚滲透壓泄劑 眼淚滲透壓泄劑 它會在腸內形成一個高滲透壓的環境 把水分拉到大腸裡面 使分辨變得軟化 同時刺激腸道的蠕動 產生排便的感覺 大約1到3個小時就會有作用 所以比較適合急性的便秘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 如果你是腎功能不佳 或者是充血性心衰竭的患者 則要注意電解質不平衡的問題 在使用之類的藥物 請務必諮詢醫師以及藥師 乾油球它是一種高滲透壓的緩泄劑 使用的方法呢 就是將乾油球的頂部 靠在直腸壁上面 例如它的吸收 使用的時候呢 它會刺激腸道的蠕動 並且軟化糞便 使用大概15分鐘就會有感覺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 如果你長期的使用乾油球 可能會造成腸道蠕動的紊亂 並且不利於好菌的生長 反而會讓腸道中的壞菌增加哦 很多的便秘患者 會對藥物產生心理的依賴 例如長期習慣使用卸藥的病人 如果他一天沒有排便 可能就會感到緊張焦慮 因此習慣性的使用藥物排便 造成惡性循環 其實排便的頻率跟速度不是重點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節奏 隨著年紀的增長 我們的生活習慣 與飲食習慣都跟以往不同 所以不需要因為 自身的排便頻率改變了 而感到焦慮 如果長期的依賴藥物 讓這些外力來代替腸道 進行排便的工作 時間長了 腸道也就自然躺平 不怎麼蠕動 這也是為什麼 長期的使用謝劑跟冠腸劑 會越用越沒有效果的原因哦 想不到便秘的藥物 還有可能產生依賴性吧 如果你必須長期的依賴藥物才可以排便 希望改善這個問題 可以諮詢醫師或藥師 並且詳述你的個人生活習慣 病史以及排便狀況 讓專業的醫療人員透過漸進的方式 幫助你脫離對藥物的依賴 一樣藥師也提醒大家 想要改善便秘 應該要從日常的生活飲食 以及作息作情 有必應就去上 不要忍耐太久 因為運動呢 也可以促進腸道的蠕動 維持消化功能 所以別忘了時常活動筋骨 保持一定的活動量 最重要的是改善生活的飲食 多吃蔬菜水果 攝取足量的水分 以促進腸道的蠕動 幫腸道建立一個健康的機制 如此一來排便就可以自然又順暢囉 補助你脫離對藥物的依賴 再一次 脫離對藥物的依賴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個喜歡 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